我是趙瑞新聞 麻煩您告訴我們這是參加這樣會合的目的 這個我們在日本還是很多台灣的僑胞 特別不管是求學做生意的什麼都有 到這地方總是跟自己的僑民認識一下 其實我們不管跟日本做生意 我發現我們的僑胞還是我們的攤頭寶,還是很重要 他想問市長的是說,我們這次訪日之後,假設您對於總統選的看法,您有沒有什麼變化、心態上的改變? 這次來日本跟選不選總統沒有關係 其實對我們來講,我還是定位一個城市外交跟學習之旅 換本土的鯊魚還是 市長問一下,因為你上次來的時候,你的僑宴是很多,這次是以商會幫你辦的模式 是不是擔心之前的那些都是比較綠的? 不是啦,時間也排不進去 昨天是給富山縣的支持,今天是我們東京的工商會,台灣的工商會 每天都塞滿了 韓國瑜跟郭台銘,他們也有可能會來爭取商會的支持? 那也是應該的 大家競爭都很大,就是大家競爭 這本來就很自然的,任何機會 他們說今天這一場都大概是在旅日的年輕人 你自己在這幾天感受到台灣的年輕人在日本對你的感想是什麼? 你自己有感受到嗎? 台灣人的年輕人到日本還是年輕人 所以他對你的支持是不會改變的,你感受到他們? 台灣的年輕人到日本突然多了20歲 市長你誤解我的意思,意思就是說台灣在日本的年輕人對你的支持度如何? 台灣在日本 日本的年輕人,不是說他們到日本就變老人 其實他們也是常常會回去,他們不管是來這裡讀書還是什麼,還是跟台灣來這裡很多聯絡嘛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那個特徵特性也不會換個地方就改變了 所以你意思是說他不會換個地方就不支持你? 對啦,這不是問題 市長怎麼看郝龍斌在台灣批評你說這個有關於核實的東西是向日本書城? 沒有啦,這個就是這樣,我講很清楚 虧他還是食品專家,奇怪 我們台灣還是這樣 我覺得台灣要國際化跟世界皆歸 我們用美國的標準、用歐盟的標準 如果我們不用美國的標準、不用歐盟的標準,變成我們要解釋why? 他在解釋,對不對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我是不管對誰都一樣,就是政策決定三元素,民意、專業、價值 民意當然,有時候民意是如果你跟他解釋完,他還是堅持,當然沒辦法 專業就科學,價值是我們的價值,民意、專業、價值 算啦,如果有時候也不要 有時候你問他,像他講那個我連跟他辯論都不想辯論,只能說活活慈悲,好下一題 你剛剛去澳會有做什麼樣的意見交流,日本方面有沒有給你一些承諾? 第一點,因為日本要辦奧運2020,我們也是說我們想要辦2030的亞運 我說很簡單,因為這樣 相對來講,日本還是跟台灣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很多方面都很接近 我還問他說,我上次辦事,但我最怕的就是颱風 你們那個奧運也是辦在夏季,那個颱風你怎麼應付? 我說到時候你們應付颱風的方案,能不能借我們研究一下? 所以老實講,他通常是這樣啦,老闆對老闆講完以後,底下就下面去,有一個contact window 就是窗口,其實最重要是他們辦完奧運以後那些資料,如果可以給我們參考是很好,因為我們可以省掉很多我們這種規劃上面的成本 機子火力發電廠,機子的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可以給台灣借鏡的? 日本人做事還是一板一眼,所以他那個防污染什麼,我那個 這個差不多啦,跟我印象中日本人差不多,就是做事都很專業,他們叫達人文化 SOP什麼都非常,所以他那個火力發電廠 就是跟預期一樣 深澳那個時候好像有想要借進這樣子的方式,然後引進進煤技術,那你這一塊剛剛有跟對方聯絡? 沒有啦,所以有時候老實講,常常是這樣,所以有時候不是技術的問題,是人的問題 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他那個,同樣SOP看誰來執行,所以常常是我們在台灣執行不徹底的問題 如果你去看那個火力發電廠,不跟你講你還不曉得那個是火力發電廠 因為也沒有什麼,聞不到味道也看不到什麼排煙,所以他還是有他一定的技術 所以你說政府的信用度不夠嗎? 每次沒問題的 這個我回國再跟你,專訪再跟你聊天